Hello 大家好 我是Shinley 答应大家的视频来咯 这一期主要分享一些优质的程序员学习资源 顺便推荐几个我的宝藏博主 我以前的视频还详细介绍了我是如何转专业 转专业之后学了哪些课 找实习找工作的时间线 如何改简历做networking 准备面试 以及美国程序员的薪资状况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哦 第一部分 编程 如何写出更简洁和抽象的代码 第一个要推荐的资源 是一本训练你写出简洁代码的书 The Little Schimmer 这本书可能是编程入门的最佳书籍之一了 书中用的编程语言是Skim 这是一门以极简主义为设计理念 入门门槛很低的编程语言 比Java C的语法简单很多 Skim是Lisp语言的后裔 于1975年诞生于MIT AI Lab 由于这个语言很容易上手 因此学生可以更多的把时间花在 学习编程的本质 而不是学习语言本身 那这本书介绍了 当你需要为你的程序增加功能时 如何改写你的代码 可以使得你的代码有更高的抽象性和可重用性 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向读者介绍了 函数式编程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理念 作为将代码变得更抽象的一种手段 函数在Skim里面是First Class Citizen 就像Number一样 可以作为参数传入一个函数 也可以被一个函数作为返回值返回 有的同学可能会说 函数式编程有什么稀奇的 Java不是也有Lambda Expression吗 我要说的是Java直到2014年 在Java 8才支持Lambda Expression 比Skim晚了39年 Skim里面前沿的功能还有很多 这里就不多说了 接着说Skim里面的函数 由于函数在Skim里 可以很方便的被传来传去 因此当你发现两个函数长得很像 时你可以把这两个函数 给重构成一个新的函数 把两个函数不同的那部分逻辑 给抽象成一个函数 作为参数传入新函数 这样原来两个函数就变成了一个函数 代码就会变得更灵活 代码量也减少了 所以这本书就是在反复训练读者 在不同的场景下 降低代码复杂性的能力 有了这个能力 相信你在工作中会变得更轻松 不管你用的是哪种语言 对刚入门的同学来说 这本书可以帮你更好地认识到 编程到底是什么 少走很多弯路 另外这本书也在反复地训练读者 使用地规的方法来思考问题 你在读完这本书之后会觉得地规算法非常的自然亲切 那又有些小伙伴可能会问 地规不是比迭代效率更低 更容易导致stack overflow爆战吗 对此我的观点是 第一地规比迭代更低效 这句话的说法本来就是错误的 至少对于scheme来讲是不成立的 scheme支持伪地规优化 所以如果你写的地规程序是伪地规的话 那么其效率和迭代是相当的 不会发生爆战 第二学习地规是一种思维训练 有相当一部分问题的算法 用地规来实现 往往比用迭代来实现 代码要简单得多 比如二叉数的中续便利 有些特定的算法 比如回硕算法 也很难用迭代来实现 这本书目前在美国的售价是28美金 我会在视频下方加上书的链接 然后加一个小八卦 这本书的作者Matthias 在东北大学 就是Northeastern University 做教授 申请美国CS硕士的同学 想必很多人都了解 或者是申请过NEU这所转码生效 我的观众里也有一部分 即将来NEU读书 说不定哪天就可以在系里 遇到这位作者呢 第二部分算法面试 学习编程终究是要应付 面试中的算法环节的 所以现在来谈一下 算法的学习和训练 学校的CS系都有数据结构 和算法的课程 但是这些课程 往往不是围绕着程序员 算法面试来设计的 因此大家在课后 还是要花很多时间 针对面试和刷题 来进行单独的训练 最近几年各种算法培训机构 如雨后春笋班在中国和美国出现 培训价格从几百美元 到几千美元不等 真是好狠啊 几年前国内有个人 跑来硅谷办了一个培训机构 把算法培训课的价格 定到了5000美元 专门针对那些在美国 想要找程序员工作的 中国留学生 几年后这个培训机构倒闭了 今天我为大家推荐一门 价格便宜 质量很高 专为刷题找工作小伙伴 设计的算法课程 elgoexpert 直译成中文是算法专家 这本课程是由一个转专业 学CS进了Google 后来跳槽去了Facebook的 工程师创办的 后来elgoexpert做得很成功 销量很高 他也辞去了在Facebook的工作 全职经营elgoexpert 目前elgoexpert详细讲解了 90道在面试当中 高频出现的经典算法题 难度涵盖了 easy、median、hard、veryhard 四个级别 每道题都是金讲 从算法构思到写代码 到分析时间空间复杂度等 他们的讲解是视频录像 你可以反复随时观看 而不是像某些培训机构那样 直播授课 只给一次观看的机会 elgoexpert的视频讲解 总时长超过60个小时 讲解里面也会顺带 教最重要的几种数据结构 然后每道题的答案 都用七种编程语言编写 这个平台自带一个编码环境 可以在上面直接交代码 马上看结果 所以这个网站是非常适合 刷题训练的 特别适合 刚刚起步 没有刷过题的同学 因为它可以在短时间内 把你的算法基础 迅速地拉升到一个 还不错的水平 对于那些即将入学 美国CNC研究生的学生 以及正在美国 找实习找工作的同学来说 我认为你可以用elgoexpert 打造一套高效的算法训练方案 然后这个方案 可以包括以下三步 第一步 把这90道题的每一道题 思路都理解透彻 在你的大脑中训练 把经典问题 转换成算法思路 算法思路比如BFS 广度优先搜索 DFS 深度优先搜索 还有backtracking回硕 第二步 把这90道题的每一道solution 都理解透彻 自己多写几遍 在大脑和手指中训练 把算法思路转换成代码 给你的手指也训练一个熟悉度 第三步 90道题从思路到代码 都掌握好了以后 再去lego适量地刷一些陌生的题 来训练把新题 转换成经典问题 并最终转换成代码的全过程 这样才可以做到据一反三 把上面三步都认真执行了 那么如果你运气不是太差 就足以应付大部分的算法面试了 elgo expert课程当前的售价是85刀 如果你使用折扣码生理 你可以立马获得15%的折扣 打折后价格就是72刀 这个价格比某些国人办的算法飞训班 400刀的价格便宜太多了 所以我强烈推荐elgo expert 这里还加一个八卦 就是油管上比较有名的程序员博主 Techlead和Joma 曾经合伙注册了 跟elgo expert网站域名 非常非常非常接近的域名 这样让很多想上elgo expert的人 由于不小心输错网址 就被引流到Techlead的网站去了 当然后来elgo expert的博主就宿主法律 使得Techlead和Joma就撤下了自己的域名 并且对elgo expert的博主 发表了正式的致歉性 讲完了算法 现在来讲讲后端开发 当我问周围认识的高级工程师 推荐什么后端开发的书时 很多人都推荐了这本 Designing Data Intensive Application 这里的Data Intensive可以理解为 后端要存储的数据量很大 大到一台服务器装不下 必须用多台服务器来存储 现在这些用户访问量很大的网站 或者是APP 基本上都是Data Intensive 在这些公司做后端开发 基本上就是在开发Data Intensive系统 这些网站在面试后端工程师时 一般也会问你如何设计 某种Data Intensive系统 而你需要知道 你的设计应该涵盖哪些方面 各个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考虑 这些问题怎么去解决 才能使得你的设计满足业务需求 以及当需求发生变化时 应该如何去调整你的设计 这本书试图为大家做一个梳理 涵盖了系统设计需要考虑的常见问题 以及常用的解决方法 所以这本书不仅仅是适合于面试复习 也适合作为品实工作的工具书 能帮助你把后端开发时 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 看得更深入更抽象 然后运用书中介绍的方法 来帮助你解决它 那我平时遇到一些技术术语的时候 也会在这本书里查一下 找一下灵感 比如我之前在研究 Asynchronous 异步 这个高频术语时 就在这本书里面找到了 我个人觉得比较容易理解的定义 大概的意思是 不等某个事情完成就怎么样怎么样 这里的核心词是等待 如果给句子加上主语 那么造出来的句子大概是这样子的 反过来用Synchronous同步造句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运用这个定义 我发现很多带有Synchronous 或者是Asynchronous的专业术语都变得容易理解了 这本书在Amazon上也是畅销书 目前在美国的售价是34刀 我也会把书的链接放在视频下方 第三部分系统设计面是 System Design 如果说之前那本书是以知识体系来组织内容 那么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直接讲解系统设计面试 在美国被广大后端程序员所熟知的System Design面试宝典 Blocking the System Design Interview 这个教材首先告诉大家 系统设计的通用设计模板长什么样 比如它会告诉你模板一般需要涵盖 沟通需求 设计API 设计架构图 设计数据模型等等 然后它会告诉你 每一部分具体应该谈哪些内容 谈到哪个程度 这个设计模板的结构 其实就是面试的时候 面试官期望你的答案的结构 所以这个教材深度剖析了15到高频的系统设计题 每道题都使用一开始介绍的那种模板来套 训练你灵活运用同一套框架 来解答15个不同的问题 每个问题的架构图绘画方式 你都需要熟练掌握 因为在你面试的时候 需要你亲自上白板去画出这个架构图 作为和面试官沟通的一种媒介 就像你在面算法的时候 需要亲自到白板上写代码一样 最后这个教材会介绍 系统设计经常要用到的技术和概念 比如caching 数据缓存 data partitioning 数据切分 load balancing 负载均衡 这部分可以看成是 Design Data Intensive Application这本书的节选版 那么对于要准备系统设计面试的同学 我个人觉得 可以优先看 Greggian Assistant Design Interview 如果阅读过程当中 发现有些句数和理论没有完全看懂 想进一步深究 再去Design Data Intensive Application这本书里面找相应的章节来精读 最后总结一下 如果你要准备系统设计面试 那么这个教材几乎是你的必备资源 目前售价80刀 我也会把它的链接放到视频下方 这个价格比某些几百元的培训班课程便宜太多了 特别是那些直播授课的培训班 不提供录像 如果你某次直播课状态不好没跟上 或者是有些地方没听懂 想回去看 你就没有办法 那你后面的学习效果就可想而知 因此我强烈推荐Greggian Assistant Design Interview 后端讲完了 现在来讲讲前端开发 前端开发的资源 我推荐Udemy里的网课 我在2019年春季找到暑假实习 那个时候我知道我的实习将会运用到大量的React.js 我就在Udemy上买了三门评分非常高的课进行恶补 这三门分别是React JavaScript基础 和命令行操作 命令行操作那门课并不是前端 不过我当时预感到实习时会经常用到命令行 所以就果断买了 然后当时正值Udemy大打折 因此课程价格都非常便宜 Udemy的特色是 它不是那些学术教授来教课 而都是在职工作者授课 非常注重实践与项目 这个对于前端开发更是重要 所以通过实习开始前的一个月疯狂补课 我就感觉提升非常大 在实习开始的时候 上手就变得容易很多了 出国效率比较快 最后也在实习结束前 成功拿到了Return Offer 我也会把这三门课的链接放到视频下方 最后推荐几个油管博主 首先介绍Muyuko 我看的第一个记录女程序员那一天的视频 就是Muyuko的 她一直是我的Role Model 就是职业发展道路上的模范人物 Muyuko是一个IOS Engineer 她过去的一年半都在Netflix工作 她做了一些视频介绍自己的学生时代 分享找工作经验 新人出入职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还有女性在职场当中的一些发展和心态建设 她也一直给观众传达工作不是你人生一切的观点 Coding and Flow 我在上Mobile Development课的时候 跟着这位博主去安卓开发 她的每个视频都是一个小APP 一行一行教你怎么写 跟着坐下来就觉得挺有成就感的 现在她教Cotland了 最近流行起来的安卓开发语言 想学习的可以看一看哦 Josh and Katie 想看三番旧金山生活的话 可以看这个博主 她俩介绍过非名校出身 如何进入硅谷的科技大厂 Bearcoder 她发了好几家大厂时期的记录视频 想瞄一瞄大厂的可以去看一下哦 好啦 今天程序员的学习资源和一些博主 就介绍到这里 希望有帮助到大家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 或者是问题 可以在下方留言哦 最后求转评赞三连发 Thanks everyone for watching See you next time by bwd6